高宏安区区39岁之前 原来就有房有现金 而且有这么多资产 这还不算其他的股票 或者债券或者基金等等 这些相关的资产 这部分还没细查 你来到宋敬坦白 我是宋敬 我们看到高宏安的事情 还在继续燃烧 不只是在新竹市里面燃烧 是在全网里面也在燃烧 在台湾的互联网里面 大家是你争我夺 你骂我骂 或者是两边互相在拉扯 拉个什么呢 就说高宏安这个罪是不是太重了 或者高宏安此后日子怎么过 柯文哲也出来跟着唱戏 除了铁一阵子他出来说 他听到 共安被判七年四个月也不成年以外 这则咱们已经跟大家已经说到过了 此外呢他又出来再说话了 他说高宏安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啊 这听起来挺可怜的 结果民进党二话不说 立刻透过自己的相关媒体 因为民进党媒体很多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3D电视台 民視电视台 光是民视电台就有三台 3D电视台又有两三台 你加起来他的电视台就已经有五六台 而且他还有他的公式 例如华智这些都是属于他的台 所以光是他自己直属的台呢 就已经有七八台了 还有呢他还有网络媒体 例如他的近电视 再加上他还有听周刊 还有那么多其他的网媒 所以他的网均非常庞大 大家要跟民进党作对 你要小心一点 他的网均很庞大 这个网均如此庞大 大家听着啊 马上立刻包围了柯文哲的说法 柯文哲在网络上还说 哎呀这个 黄宏安将还没天过日子了 结果民进党的网均 一点都不含糊 在一小时之内立刻挑出来说 高宏安他的存款啊 超过新台币啊 2000万 2000万是什么概念啊 大约啊就是港币人民币啊 大概就是五百万啊 那么呢 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财富排名来说 或者台湾的财富排名来说呢 台湾啊 大概要拥有啊 这个现金的人呢 基本上呢 是少于一百万人 这马上就被打了脸了 我再说一次啊 台湾拥有2000万台币现金的人呢 是少过一百万人 大家听明白了 但就不含他的其他的什么房地产等等啊 这话呢 立刻呢就把高宏安推到了 是全台湾在财富排名里面呢 是前百分之五了 这样呢 你再帮他喊说他会没钱过日子 那谁都不会信呢 也就是高宏安了 在39岁以前他就已经达到了所谓的财富自由状态 这被民进党一公布以后啊 网军呢 马上就立刻扑上来 而且呢 网络上立刻又有了别的效应 换句话说 好像同行高宏安的那个力量啊 立刻就下降了好几节 而且呢 立刻又觉得 柯文哲啊 他应该是在唱假戏 那就是说高宏安他其实挺有钱的 就算他七年四个月都不挣钱 那蹲在那个牢里面啊 被关着 他其实这些钱都还会自己升利息呢 要知道 2000万的台币啊 如果按百分之五的利息去计算啊 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银行啊 他的存款金额 大概定存金额呢 是这个钱 因为他如果换成美金的话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利息啊 那么 如果是这样子去计算的话 他经过七八年后 他仍然会有多少钱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 算盘打一打 就知道是多少钱了 这就使得了高宏安啊 他原来的这个人设啊 又被大家有一个新的标志 换句话说 高宏安区区39岁之前呢 原来就有房有现金 而且呢 有这么多资产 这还不算呢 他其他的股票啊 或者债券啊 或者基金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资产 这部分呢 还没细查 还有一则 那就是高宏安在这个打官司的过程里面呢 这些律师费啊 大概啊 是要给150万以上 但是这些钱呢 全部不是由高宏安出的 而是由其他的相关单位出的 还就是说高宏安 那其实在这里面呢 被整个绿营呢 属性缩成 而且呢 把他这个探底啊 或者是起底成呢 是一个相当有贵族气息的 或者说相当有权贵气息的人 他手上的钱 以及手上的调度的资源啊 可怕还不只是千百分之五 而是千百分之一 甚至千千分之一的人啊 这样一来 柯文哲在那里说他没钱这话呢 可怕就又被大家给攻破了 感谢你收看